小心翼翼轉開警示燈 這個是宜蘭羅東政公所 日前送給羅東警分局的車載警示燈 卻被爆出是中國製造 產品介紹滿滿都是簡體字 而且中國製警示燈每展賣299元 但台灣的只要210元 不只價格貴 羅東政民代表也擔心 警方使用中國製產品 是否會有自安疑慮 羅東政公所表示車載警示燈結構是太陽能板和燈泡 沒有聯網功能也就不會有自安疑慮 其實月初裴洛西訪台時就曾發生 台鐵新左營站的中國製營幕 一次遭駭客入侵 用簡體字節上情緒性字眼 不免讓人產生疑慮 受贈的羅東分局私下表示 這批警備用還沒上線 面對疑慮不再多做回應 三立新聞 黃國瑞 張惠銘 宜蘭報導